好,下一套就是今季,怎樣說呢? 比較平淡,我昨天推薦有看一套《清泉》的一套 就是一套很舊的漫畫改編,放入色紙 有魏娘,漂亮 這套漫畫我看了很久了,很久以前在看的 那這個《清泉》是另一套,為什麼要說是清泉呢? 他是用魏娘這件事,但他很認真去說 我想說這件事,他是魏娘的元素裏面 但他是很認真去說這件事 其實他不是真的說魏娘 他是說青春期那裏,由小學生到中學生 那裏那些男女性別的疑惑,轉變方面的東西 有些男女感情,性別,成長這些東西 那這個Gender Study 真的有些Gender Study 某程度似指點奶茶的方向,但提前奶茶就沒那麼Ace 其實他起初第一集都會比較混亂 如果大家沒有看這個 因為其實那些人次都很像 真的非常混亂 而且他早就跳了 原版漫畫他做了幾個男女之外 他們開始互相對調性別,互相扮對方 但動畫版就跳到後面 所以還沒看過Mama版 加上一些髮型、角色的問題 可能就是減亂了角色 即是看動畫版第一集 你只知道男主角那些東西 他主要重心描寫男主角 獨白方面都是他多的 但其他角色的關係 那些東西就會不清楚 因為他真的沒有很詳細寫過 但他真的很快飛過這些角色 即是他要你從… 連名字都不介紹很厲害 對,飛得很快 真的很難抓到他的節奏 幸好第二集真的拔得回 因為其實第一集看 男主角和女主角 很多時分不開異鳥和高層 好像差不多一樣 為何兩個都像高層一樣 一個高一點一個矮一點 清清其有女的男主角 特意的 因為他講一個男就想扮女 一個女就想扮男 女女就想扮男那種 即是他在那一方面 於是就特意這裏 就有些靠近的畫法方面 不過主力都是 他又除了第一集 即是說威良少爺之後 第二集都開始講一些友情 那些東西 那算是… 即是你看到肉的時候 有時看這些也OK的 尤其是他交代得第二集 而是交代得快和清楚 算是日常發 第二集他開始講回人物的關係 而且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他講回以前他們 因爲什麼事 所以令到扭小膠 那些東西 不過第一集我又覺得 不算真的很差 即是你第一集 人物關係方面表寫得不好 但我覺得男主角那些感情 那些東西寫得挺好的 即是我一直以來 我沒有看漫畫版 我就是《紫川桂子》 即是原作的漫畫作者 我看過《青芝花》 即是09年 09年下回 那一集我講八合的那一集 都是一種很勢理的方式 去講感情那些東西 我自己挺喜歡的 而且這一套 都做得回這些 那些感情的表達 即是男主角那些疑惑 對自己 明明是男生 但有女生 即是那些 那些 絕女生 那一種東西 都是 我會覺得這方面的描寫不錯 還有做得上來清清純純的 大家都覺得 已經OK 即是可以 即是可以 即是你不是真的覺得 即是你可以安心 不會想著這套 絕對沒有什麼 那些所謂的藝良 他不是真的拿來賣 他真的會感覺到 他真的拿來表達 他一樣題材 因為他只是說他的心理 而不是說他什麼特別 那OK 其實如果你說 輕輕輕食的 應該OK 感覺挺清新的 當然你就不要說 想到什麼太爆的劇情 沒有的 放心 這套東西很安全 看來OP和ED 感覺上都幾有一種 很喜歡的 我都很喜歡 我只是覺得 一般 因為可能說 不是幾何我聽 因為普通的 我覺得很方便 OP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一首歌 因為那首歌 雖然聽到好像很普通的情歌 但是 他講到一些歌詞 例如說 就算你知道真正的 我只是說 我是有這個女心的東西 即是否仍然這樣對我 即是那些對得起歌詞 而且 不過可惜一點 畫面方面 OP比較平淡 即是不停地 放下場景 就不太豐富 這套東西的顏色比較淡 那些是青春的回憶 是大貴上榮 嘩 很感慨 很感慨 肯定有些 發生什麼事 我們還有心理輔導 我先講到這裡 那容色那方面 原作本身的畫法也是這樣 我看過封面都是這樣 那些容色的 因為他到一把畫風沒有怎麼改過 其實有點擔心 可能不太適合這個年代的人 應該也是 只是 我想 未必會吸引到很難的 因為你見NFOE 他都會改畫風 但這套東西沒有 但我覺得這個比較輕柔的 人士都OK 你不會覺得很 其實這一類的 這一種的畫風 就到現在是通用的 應該說 看畫風你也知道是什麼作品 一看這個畫風你也會猜到是這類作品 我不知道原容這類作品是什麼 只知是 治療系 也不算治療系 你不要說這個治療系 那些沙子很僵 其實我覺得似是這個什麼 似是 我知道什麼去冤派的 新感覺治癒系 那些 這套只是一些青春片 就是說他描述青春片 但不是揮灑汗水那種 就是說描述都很厲害 那種感情變化 那種類 女性作家也有些東西 我想是女性向 這套東西也有一點點女性向 但女性作家揮 也會出來打棒球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通常都是這樣 要看運動 要熱血 有運動 所以我覺得這次 真是找對劇本家 這次是江田 他這集金貴很多東西都做 這個真的做得對 他都是他的 江田 江田應該寫這些 因為他描寫感情 大家都是女性 江田也是女士 他這方面描寫女性感情 他應該很擅長 他寫一些太複雜的 龍與虎 都是他寫愛情小說 他寫愛情小說 龍與虎的描寫感情都做得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套都做得出來 我覺得這方面都不錯 唯一 他真的節奏很快 第一集就明顯有這個問題 第二集都可以回到 第二集都可以回到 好很多 其實看完就很清楚了 第二集他真的有用心 說回角色的關係 好很多 先看第二集 應該先看漫畫吧 理解人物關係 背景歷史 肯定是很季之中的 很肯定 肯定不是real rainbow gate 那類的私人 不要想 你先忘記那套 所以我挺推薦的 如果你還有月女心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 應該可以 有婦女心的 拉克就來 月女心 完全沒有關係 好啦 下一集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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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